蔡阿高和李北育有两个可爱儿子 也经常会在网上和粉丝分享一家四口的日常生活 但没想到最近夫妻俩去发现 每次在跟儿子讲话的时候 三岁的蔡波能常常回应大喊 一开始他们还以为儿子是假装没听到 后来经过检查后 才发现儿子有多出状况 医生表示可能是之前蔡波能感冒 才导致儿内积水 以为感冒恢复后状况会慢慢变好 但没想到经过三个月观察后 儿子情况却丝毫没有改善 后来才发现其实是儿子的耳音管 还没有发展完成 所以才影响排水功能 经过一连串检验 也决定帮蔡波能进行耳朵手术 他们也特别借由这次经验 提醒粉丝如果孩子遇到相似情形 建议尽早就医 避免恶化或是造成失聪的可能 最后也强调儿子手术顺利 大家不用太担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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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